这盘棋讲解是箭在弦上 2014年的财神杯 王天一对谢静第三盘棋最后的决战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盘棋 很精彩 洪方的气空头 黑方当然接受 洪方先来一招踩炮 对方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炮腹推 一个是炮腹推二 炮腹推二的话他比较激烈 谢静的话没想到 王天一赶上来气空头 所以选择了炮腹推 稳健的走法 他的目的是下一步炮二进二 或者炮二进四威胁 洪方自然是进炮 跟他交换 那对方如果再放一个炮 换掉你 就一个炮 就没有重炮的威胁 那空头炮的话 锯还没出来 配合不上 所以容易被洪方利用 索性的黑方直接吃掉 那洪方这个气 先来一步打向抽军 对方飞向之后 这里吃掉 那么你要向掉 他踩你一个 洪方当然先手 黑方先来一将 他的意图是试探应手 洪方最会盘棋 他是要争胜 所以呢 不会选择对中炮 先飞个向 将来拐脚马 那对方选择上马 先加一掩护 准备了出局 把马逼退 这个马也不敢进去 担心被捉死啊 所以就先把兵保留 这儿的话一吃 就把他逼退了 然后的话 黑方选择拐脚马 但是呢 这个气呀 洪方过了一个兵 要拱双 这儿的话 对方就拆炮逃跑 那洪方继续威胁 黑方上马 这里洪方掌鞠 准备侧应这个兵 对方呢 不是要吃 那洪方一看 我上马准备出局吧 只要那么对方马 按住啊 这个兵就不要了 这儿的话 对方用鞠去吃 洪方不甘心 就平开 黑方的马上来 洪方也不怕 出局 这里的话 洪方毕竟有一个兵 黑方的话 赶快掌鞠 控制洪方的马 洪方赶快把拐脚马 跳起来 否则的话 被对方这个双鞠制住 啊 就不好下了 那这儿的话 把鞠挡住 黑方可以考虑 组五金 形成一个对杀之势 啊 你过个兵 我有内鞠不怕 我这个小组过来 威胁你的马 将来你这个马不好上 实际的话 点鞠卡住 这样的话 就缓了不起啊 洪方冲 那黑方继续呢 平鞠挤住 这儿洪方就鞠二金八 黑方的意图呢 就是要平炮过来 威胁这个马 那洪方这棋就平兵 先叫杀 对方落势 这里一出鞠啊 就是给你吃一个 看你敢不敢吃啊 打一将吃掉 你再吃掉的话 下一步想对鞠 但是这个棋 他鞠八金八一走 随时有一部 鞠二金一绝杀 因为你不是就 三军闹事 你不不是的话 他底线应杀你 你最终还得 这个弃鞠去 进行解围 假如说你现在对鞠啊 他也给你不对 那么对这样的棋 洪方呢 可以先拱式一将 来一部平鞠叫杀 黑方只能看底线啊 这个平鞠守类 抓士 就有劲 然后的话 就可以破你相 你上马卧巢 虽然厉害 他一补士呢 你将军等于是帮对方走起 但是你不将也不行 到这儿的话 他下一步抓着士啊 这个双鞠抓士 或者是平鞠吃相 都是赢棋 对方看似可以出去 他是骗你去吃啊 准备这边杀棋 但是红方就吃啊 你将的话 他可以知识 这边杀不死 有炮 他现在狙杀底相 迎面两步杀棋 你是解不了的 所以这度棋啊 发展下去啊 应该来说 红方就获胜了 黑方这个炮 他不走 什么意思呢 用小猪来吃嘛 红方如果还要这么下的话 那黑方有一部推炮打狙 将来双方一个交换下去 局势就比较平稳了 黑方始终可以过来 用足吃掉马 反而中路会有些手段 那红方半天也杀不进去啊 所以红方认为这个棋啊 没有必要 临场的话 他选择的是直接破士 黑方的话 这个棋如果出老将的话 双鞠要错 所以的话 这个棋他用鞠吃 这样的话 红方这个马就跳过去了 那这个棋 黑方选择平鞠过来 就想吃炮 红方的话补个士 他不要了 意思呢 在于 这个马不给你 你要吃炮的话 将来他这个马上去啊 双鞠马杀你 黑方在这里不吃也是不行 现在闲赏不得不发 上马之后 看似一步叫杀 如果你不是的话 那他现在双鞠一抢士就崩溃了 所以这条棋狠啊 你要是选择回马的话 他退居吃马 你打掉杀你 将来把你炮吃掉 你也不行 黑方呢 选择跑进 顽强顶住 这步棋啊 就有效的防止了 红方的攻势 红方现在走鞠八星六 准备呢 平鞠卡项眼啊 中间将或者双鞠强势抓项 手段非常多 这儿有闪击手段 你掌鞠也没用 点一鞠你还得退回去 所以呢 黑方现在回马 意思是先把地方马踩掉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鞠二平鞠 踩这鞠踩这马 你不能退啊 你退回的话 其实他就给你对个鞠 你都要输 所以没办法 王天一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黑方一踩之后啊 现在赢多子 红方试图吃掉 找机会呢 吃马 然后看能不能双鞠抢势啊 这个时候你要抢势 他可以打向一江踩鞠 所以你鞠八平都走不到 那既然走不到的话 这个棋在中间一江吃着炮 怎么办呢 黑方可以考虑 先进行一步落项 就是说我不让你吃我的炮 你要吃马 那没问题啊 我这个鞠退一步 准备平鞠过来防守 反正你不能过来 我这边打向一江 抽着你的鞠 所以你不能过来的情况下 那这个棋不管你怎么走 我平鞠一手 雷咬一上马 就反杀你了 所以这个棋 应该来说 黑方要获胜的 但是呢 歇静到这里啊 也是林场被吓得不轻呀 他选择的招法 居然是弃鞠解围 那么他认为 我多子 那这样的话 红方也就对了 不然的话 将没有立足之力 黑方顺势打一江 这儿的话选择香料 然后去吃 这样的话 这个棋 红方退居 试图呢 追回一个子 黑方现在就上马 意思是我这个子不要了 那么 最这样的棋的话 黑方卧槽马太厉害 所以红方必须得先上马 跟他抢速度 不着急吃他的马 那黑方这个棋呀 肯定也不想丢 他索性就退回 到这儿以后呢 这个棋呀 现在红方又扫一个像 这儿他也不着急吃你的马 点一江退一江 过来就捉死了 黑方先上马 意思是点一江 我就回马了 不丢 那红方这个棋就中间 拍一江 对方选择的是不是 接下来上马 准备呢 这个马跳进去啊 配合鞠 抓对方的忠视 对方虽然多死 但是呢 缺失相 也是不好下 黑方选择的是 以弓带手 准备跳一江 一退鞠反杀 此时呢 红方选择的招法 是退鞠回来 先捉马 黑方就江 出来之后呢 这个鞠就撤回 吃着马 你马一走 就一面杀你 红方这棋上马 刚好就守着这个点位 那目前来看的话 黑方啊 上马 是要强行杀对方 那红方就 只一个仰有事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现在吃着你的马 黑方这部棋 赶快就退回 这儿的话 你江 他其实可以出左边 必要的时候 可以呢 对鞠 所以呢 暂时江是没有用的 红方先不是 等待时机 黑方这时候 就出老将 找机会呢 是想强行呢 调鞠杀对方 那这时候 红方啊 走的是鞠五金 这部棋呢 就等你一招棋 看你怎么走吧 他下个步要 鞠五平四啊 杀你了 黑方现在眼看杀棋 选择回马解救 这儿红方一抓 你如果走开 就杀你 黑方利用 常对鞠想求和 红方在少子情况下 还要追杀黑方 到这里啊 确实杀得非常积极 那黑方这个棋呢 也只能常对鞠 红方怎么办呢 请鞠啊 再等你一招棋 那么对方选择 是鞠八退一 这部棋啊 退鞠可能不是一步好棋啊 你一退 那他现在抓你嘛 你就不好防守了 你现在再退 好 他进鞠一点 对方等于是节节败退啊 现在你想回马 也不敢回 将军吃你 叫杀 所以眼看杀棋啊 对方就上将了 到这以后呢 这个棋啊 红方顺势一将 那黑方选择之势 红方呢 马五金六一将了 下去的话杀你一将 那对方就有劲 然后的话 把试一吃 牵住对方 黑方回马踩着鞠 意思是将来上马去队啊 捞了守住第三条线啊 不让对方利用 红方的话 先拍了一将 把对方先引出来 然后的话回马 到这里随时可以踩兵啊 连销带打 不要伤后鞠马兵杀你 那黑方到这里也没有办法了 上马赶快去对鞠 那红方先踩一将 顺手前行吃一个 然后呢 跳马又是一将 上来之后 回马又是一将 对方下去 最终呢 这个棋他选择是鞠五推二 这里吃着双马 然后这里已经有鞠马兵了 关键他摄像权 你没有摄像 你现在多一个子 也发挥不了作用 对方为了不施子 只能先勉强看住 红方的话 这个棋啊 他选择是直接吃 如果常规招法 就是回马一踩 他肯定要丢个子啊 直接吃是一关很大的走法 意思是啊 逼你去换 你不换我再吃 你换掉的话 我踩你一将啊 到这儿的话 简单就民进收兵了 因为这个马兵 你肯定是守不住了啊 将来这个棋 对方也就只好认了 往天一获胜